改觀環保教這段第四王挑戰賽已經頂點 慶祝祖堂創官 台會邀請問答的方式 建議民眾這段的觀念 環保教今天辦理節能全能知識網頂向右野挑戰賽 那目的是為了運喻2050年一些近年攤牌的議題 那我們找不同年齡層的小朋友來參加一些有關節能的一些觀念的選導 那我們希望說以後再接著這一塊我們從根打起 讓小朋友就有節能的概念 讓他們了解為什麼是2050年開始要做 要達到競爭這個目標 特別來參加中秋園副所長的說明 這段電視料不跟公平的主任電視 向民眾來介紹如何來使用 讓民眾了解環保這段的運作 我們在這個會場 其實是要展示一些除能 從綠能的發電 然後除能 然後節能各方面的一個概念跟想法 所以我們推出了幾款這個除能的設備 所以我想其實現在大家都很有再生能源的概念 從風力發電 水力發電 或是太陽能 但是這些電 如果沒有在用 或是說因為它是間歇性的能源嘛 那有可能這些電就浪費掉了 所以我們一般會把這樣多餘的 再生能源的電 去透過這個產氫的設備 產氫 然後把氫除起來 這是一種除能的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呢 就是把這些電呢 我們通通都可以 轉化成這個電池的DC的用電 然後把它盛起來 環保局長會穿標示 為了核心民眾 了解整齡整齡的相關地形 把整齡環保的問答 更為了定向越野的調整活動 在比賽當中 能夠整個參與者的整齡地形 即將環保局的完成報答 OK